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我是大家熟悉的范病牌手香蕉超人 今天我的Vlog第九集来了 那么这季影片我们就先赶紧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精彩的手牌吧 Let's go 那今天的买入和往常一样 买入金额是1万人民币 分别是黄色10块 蓝色100块 绿色1000块 依照惯例今天第一手牌先来一个简单的热身 翻牌前我在hijack位置用A勾不同色做了一个常规的60open 只有庄位的大律师跟住单挑 翻牌是A85两个红桃算是比较潮湿的一个翻牌 这边庄位玩家也有5000的起手 加上又是开局第一把牌 大家的状态都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我先选择了过牌 大律师也随后过牌 马上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7 牌面形成了双听画面 更加潮湿了 但是由于翻牌都没有行动 底值非常小 于是我在转牌做了一个延时的持续下注90 对手跟住 最后合牌是一张方片舞 几乎所有的听牌都没到 只有让一些带舞的中间听牌反超了我们 那在这个可打可过的合牌 我随意丢了220 专为玩家弃牌 先收一持 接下来这手牌呢 我在现在剪辑录音的时候也非常困惑 大家对这手牌的处理怎么看 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 翻牌前的行动 是我在hijack位置拿到的一个口袋对时 open60 之后的行动是只有CO跟住 单挑 翻牌是勾79彩虹面 这把牌我也仍旧没有在翻牌上做持续下注 选择过牌 CO也过牌 一起来看转牌 那这手牌的疑问 也是从这个方片4的转牌开始了 我在转牌选择下注100 这个时候COA的玩家加注到了200 是一个mini race 非常奇怪 行动回到我之后 我当时也是非常困惑 想来想去 最终还是选择了跟住 合牌是一张黑桃三 挺空白的 在我合牌过牌后 CO玩家下注了400 然后我在面对这个400的下注 在当时思考了许久之后 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 当时我气牌的理由是CO玩家是一个从不炸虎的玩家 虽然整个行动线非常诡异 而且我的方片时也阻挡了大量的转牌可能存在的方片组合听牌 因此我最终还是听从了所谓的直觉选择了气牌 那大家觉得这里应该跟住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这个时候大家画面上看到了什么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那两张犯病牌又来了 不过这手牌我的病情转瞬即逝 让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吧 翻牌前 我拿这个五六方片在CO open120 装卫跟住 小芒跟住 straddle跟住 四人翻牌 翻牌是来了248两个黑桃 我们在这个翻牌是一个两头卡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是一个四人底池 这里也没有后门方片的增强 如果我这里下注 支持不了我们所需要的气牌率 于是我选择过牌 之后的装卫也过牌 继续四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A 这个时候straddle的玩家领打了200出来 尺度非常小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首先straddle玩家这个小尺度的领打范围非常受限 具有强烈想便宜看合牌的意愿 同时这张A是掉进了我大量翻牌过牌的两高范围 我们可以利用这张A尝试再转牌犯并收持 于是我选择加注到了800 在button和小盲兜气牌后 straddle玩家陷入了思考 这边straddle玩家陷入思考 我就基本能确定他这边没有太强的范围了 即使straddle玩家在这里跟住 我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合牌 在合牌发动行动 不过幸运的是 straddle玩家最终选择了气牌 瞬间给我们送上了饭病的特效药 我们长须一口气 在病情被控制下来之后 正好转了一圈 这把牌我们又是在CO 起手牌是A2方片同色 Open120 之后是除了小盲之外 双位大盲和straddle全部跟住 四人底持 非常恐怖 不过翻牌对我们非常不错 是A圈6两个方片 我们击中了一个带顶对的坚果同花听牌 在过牌到我之后 我这次选择了在翻牌就做持续下注 但是考虑到我顶对A的踢脚是最小的那一个 这边如果说我的下注是属于价值下注的话 那我的价值取向范围就只有一些圈叉和六叉 以及一些中间的口袋对子 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小尺度150 在我下注150之后 翻牌前跟住的三个人也都还是跟住 人就是四个人看转牌 这可以说是跟得我头皮有点小小的发麻了 那转牌是一张黑桃勾是在理论上完成了K10的卡顺听牌 以及勾圈的两对 那面对这个转牌又是一个私人底持 我显然没有太多在转牌的下注的理由了 于是我选择过牌 专卫也过牌 一起看合牌 最终合牌是一张黑桃9 同样的在合牌我这个弱顶队除了休档之外 感觉也别无价值 在我过牌之后 专卫也再次过牌 意外的 我的A是大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就这样 我莫名的喜提一个还算不错的中等底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把标准的3bet单挑底持 我们在专卫拿到了勾圈同色 只面对到CU的一个open60 我选择3bet到260 CO跟注单挑 翻牌是A12彩虹面 我们的手牌概念是卡顺后门花 但是在这个干燥的A高翻牌面 可以说是我们3bet的为所欲为面了 我们这里可以有所有的Aset 10set A10两对 A2两对 以及大量的顶对大体角 于是我常规持续下注小数180 CO跟注 转牌是一张方片6 相对于刚刚的翻牌来说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仍旧拥有这绝对的范围优势 于是我Double Barrel第二枪 当然转牌的这个第二枪肯定不能像翻牌那么轻了 在转牌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大注来极化我们的范围 我选拥下注730 如果觉得刚刚这首随bet单挑底持不过瘾的话 我们再来一首这把牌我是在小盲位置拿到了一个口袋对圈 之前的行动是Hijack Open 120 这边有个细节就是这把牌是没有Straddle的 并且按照我之前对桌上选手的了解 这里没有Straddle之间Open 120的牌力是非常强的 在Hijack Open 120之后 庄位平call了这个120 那这边我们即便是面对Hijack比较强劲的范围 我们的圈圈在小盲位也显然不适合只是平call的 于是我选择随bet到700 Hijack跟注单挑 翻牌是K43两个方片 是一个传统的一高两低面 我们作为翻前激进者 我选择持续下注三分之一 500 Hijack跟注 转牌是一张草花漆 虽然是理论上完成了五六的顺子听牌 并且在这种深筹现场现金局当中 Hijack位置也确实存在五六的范围 但是就如同我翻前所推断的 这里这个Hijack的范围当中应该没有什么五六 但是同样的面对这个逐渐膨胀的底持 我们的圈圈在转牌也同样不适合再持续主动造大底持了 于是我选择过牌 这里Hijack也过牌 一起看盒牌 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盒牌竟然是一张圈 虽然牌面出现了第三张方片 但是在这个单挑的所谓Bet抵制当中 我并不会太过于担心对手有铜花的可能 于是我决定在这个盒牌极化下注平衡自己的一些炸虎范围 我下注2300令我没想到的是对手秒call 我差点以为自己真的撞到铜花了 不过在我们秀出圈圈之后对手示意我们大了 再次意外的洗踢一个大底持 好的那接下来这手牌我在小盲位置拿到了一个90同色 前为一位打法相对比较标准的新人Open60我选择跟住 单挑打一个小底持 翻牌是220两个红桃 我过牌对手也过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舞 牌面形成了双停画面 虽然我们可以一定频率下注 但是对手也有一定概率在这样相对比较干燥的翻牌 用大成牌过牌的 我们这里转牌继续过牌 也可以诱发对手在转牌发动炸虎 于是我选择了过牌 在我连续两次过牌后 对手下注了100 我跟住 最后合牌是一张黑桃圈 是有掉入对手前卫开持范围的 我继续过牌 对手打了一个将近满持300 那我们这边面对对手合牌的这个相对比较急化的下注 加上转牌的双停画面 我们这个一对时确实拥有一定的抓诈属性 于是我在思考一阵过后选择了跟住 对手秀出了K圈草花 我们埋牌 那今天的最后一手牌是我在装卫的一个时时 之前的行动是Hijack Open 120 那本来这个时时在装卫呢 是会做一个随bet的 但是由于之前我连续好几把牌翻前都做了随bet 并且都直接收下了底持 担心在座随bet会引起桌上人的不信任 而且遇到4bet使这个TT会陷入一个尴尬的情况 于是我选择了在装卫平抠 同时把大芒和straddle都一起带了进来 又是一个私人底持 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翻牌是发出了965两个黑桃的一个非常潮湿的连接面 还别说这个面和我们装卫平抠的范围契合度还挺高 大芒和straddle过牌到Hijack之后 Hijack持续下注330 我选择了跟注 大芒弃牌 straddle也跟注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钩 相对于翻牌 这张草花钩的转牌并没有完成任何听牌 Hijack的玩家也没有继续下注 全部过牌到了我这边 那在这边我们的时时虽然盖了一个钩的帽子 但是由于我们在这个牌面具有一定的范围优势 于是我决定在这里下注1000 这个下注的计划是如果转牌就被加注 就直接放弃 如果被跟注了 在合牌则是利用位置强行开牌修档 在我下注1000之后 straddle棋牌 Hijack跟注 单挑 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空白的红桃3 如同我在转牌计划的那样 在Hijack过牌之后 我们也随后过牌 Hijack说他中了3 我们则是就出了10 收下了这个3000多的大底池 好的 那今天这场牌局又顺利的结束了 今天这场牌局总体来说波动不大 很多喜欢乐见的大牌也都顺利的收下了底池 最终的水位是水上4300 那喜欢我这个类型影片的观众可以帮忙点点赞哦 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一下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